12391239了1239了朋友们啊 俗话说的什么叫礼拜一是买卖锡哈 有好多这个像在西班牙哈 有的那个餐馆什么的哈 周五周六周日 尤其是六日生意好 礼拜一啊 大家伙歇一天 我没这一套哈 我是天天忙 前天哈 我一天就做了50个节目 昨天也有30多个啊 我就是聊聊完之后特痛快 是吧高兴啊充实是吧 这个东北大城啊 东北哈尔滨吧 哎不是沈阳 沈阳是东北最大城市 人口经济总量是吧 然后第二大城应该是哈尔滨 其次应该是大连和长春是吧 这样的啊 东北大城沈阳原来叫奉天是吧 也沦陷了 沈阳现在旧城区五个区 大东区是吧 大东区 对了前天我做那节目是前天还是大前天 那个骂大街说话那口音跟孙海英差不多 孙海英就是那个原来东北文工团的就是那个那个沈阳人吗 是吧 那个说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什么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啊 让美国人打你就老实了啊 让美国人打你就老实了啊 最大的军演在南海 是吧 那个就是大东区啊 然后沈和区 和平区 黄姑区 铁西区 均封控了啊 还有一个旧郊区 旧郊区叫的于洪区 也封控了 还有郊县叫辽中区也封控了 现在叫辽中区 原来叫辽中县 原来叫辽中县啊 辽中县有个村叫东荒地 东荒地 西荒地啊 我叫东荒地村 那个村收过大米啊 那个村有一个粘米厂 姓仁啊 亲哥俩 那个哥哥呢 本来到沈阳城里边去工厂上班了 后来厂子黄了 他没办法又回来 帮着他弟弟一块做买卖 然后呢 他的 他老婆孩子还留在沈阳城里 他一个人在这边 然后他弟弟就留在村里边 一直那个什么啊 爹妈跟他们一块 就他们哥俩 好像没有姐妹 我在他们家住了大概一个星期 收大米啊 然后我还去过沈阳北边有个区 叫新城子吧 新城子啊 我去也是一个粘米厂 一个满族人 他们家刚生了一个小女儿 在他们家住了一宿 他那粘米厂规模太小了啊 是吧 满足不了我的需求 后来我走了啊 请我在他们家住了一晚上 黑一天 从沈阳往那赶 后来换了好几个出租车 最后换的都不是出租车了 都不知道叫什么东西 哎呦 过下都过呛 半夜 那到那村里边 没有任何的链 没有链 没有路灯 跌跌撞撞打听 邦邦邦一敲门 让我在他们家睡了一球 我在烟台 威海那边收苹果也是 有的时候到村里 天黑了 根本走不了 就得找个人家去投诉 这都有风险 是吧 说封控了五六天 一开始说是一户一天 可出一个人采购 后来是一户两天 才能出一个人采购 结果全没兑现 后来不算数了 昨天告诉大家伙 一律 一律不能出来了 然后有人说了 病毒死一批 疫苗死一批 跳楼死一批 饿死一批 憋死一批 穷死一批 仇死一批 互害死一批 老百姓还互相害 底层互害 然后再整死一批 不服的整死 九死一生的 又生不如死 这就是投胎在 这个CCP中国的命 这有人说了 说这个立陶宛的 一个著名的纪录片导演 叫做曼塔斯 克维达拉维丘斯 在马里乌布尔死了 乌克兰最高拉达 就相当于中国全国人大 就是国会 言论自由和信息政策委员会 向死者家属表示诚挚哆悼 这哥们 他就是到战地吧 到战地拍纪录片 被 被炮弹吧 打死了 然后有人说了 不断的封城解封 全中国都将陷入云南锐利市的地狱模式 对 锐利前一段也特别惨 是吧 封了半年多是一年 不让出不让进 很多人没吃没喝的 特别惨 说农村那么大怎么封啊 是吧 农村如果不封 病毒就在这个庞大的人体库当中 常年生存 随时回到城市 是吧 除了人 还有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 各种动物都会感染 对 反正一开始说猫狗也会传播啊 这不知道真的假的 说全是病毒库怎么隔离啊 是吧 病毒肯定无法清零 但是你的财产和自由百分之百会清零 说这是阳谋 你这么轻易就相信政府 而没有提早的储备粮食 难道你正你自己没有责任吗 是吧 说到处都是现代版的红卫兵 这些大白就是白卫兵 上半年全面躺平 下半年大家全喝西北风吧 是吧 躺平上半年 丰收下半年 横批党国 前年中国好多发大水的地方 农业部部长还说丰收了呢 就从来没有不丰收的时候 但是饿死人 60年3000多万 是吧 亩产10万斤 有人说了 我就在沈阳呢 27号之后 就没出过小区的门 从3月27号 说我在沈阳 说我在上海 这里成了鬼城 说沈阳已经10天了 但是关心的人很少 大家都在关注吉林和上海 还有深圳 说要把人民的存款清零了 说绝对不止沈阳长春上海 在很多三四级的城市 甚至城镇中 病毒已经遍地开花了 现在就看是伟大领袖牛逼 还是微生物牛逼了 说神经病管理中国 取得了巨大成就 说一尊的决心很大 全国一盘旗疯了 疯狂的疯 封锁的疯 说到今天 我的家人朋友 疯满了14天 还没有解封的迹象 家人不能出小区 朋友不能出门 都在网上抢菜呢 说封控好啊 再封十年 这个CCP就没有资本和美国叫板了 说等着社区聚委会给你送货 价钱贵了N倍 说这个都是常规操作 沈阳变相封城了 好吧朋友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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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